來,我突然間又發現一個問題 那個物理性降溫,我們現在 先給你看,現在近方大樂天 31,我發現它這裡,它這個高度 夏天的時候,你看一下,這裡是這樣,一直加溫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這個水中騎士箱先拉高 先拉高,這個也是,這樣很燙 然後你把它拉高 它這樣比較不會漸,這一點加溫 我們現在先試看看,定義夏天 大概客難四肢調整 這樣,這樣看看,給它 感覺上,更讓它稠一點,沒關係 我們現在大概這樣,來記錄一下 它這裡摸的時候很燙,你現在它那個什麼 它的這個高度,高度慢慢出來的時候 這個我們來做紀錄 第一,它好像不剛才在加溫,你知道嗎 這樣我們現在來後來再測試 看的降超半度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那個冷水機 炎熱夏天的時候,我們就是 來看嘛,這個靈芝它是瘦得了 它這個瘦得了,但是 目前這什麼,軟體的部分 31度,它已經又要倒下去了 已經快緊繃了 這個就是,要慢慢撐,撐過大概 大概再過一個月它就一樣了 因為7月的部分現在是最炎熱的部分 但是就是,物理性降溫的話 我們就是先,大概 客難制的,發現這個問題 它這個高度這裡有 這裡差很多 它變成這樣,變成一直膠一直膠 所以你這樣,目前我這樣用 給它吹,先這樣自然看 它這個很燙,你知道嗎 好,希望這個資訊 後來後面真的會有效 好不好 我是知道說,有冷水機是最好的 但是我這個已經 這樣已經,養了蠻久的 但是今年就是真的特別飆高 31次可以 但是你沒有吹的話 它到32.5,甚至快要到33 它是受不了的 32.5就可以了